接下来要展示给大家的是一组图片 因为在全国哀悼日里 各地的人们也都在哀悼着 在这场灾难当中失去生命的亲人 时间仿佛定格在了那一刻 我们也去重温这些令人感动的画面 感谢观看 从5月19日开始 国内各大报纸都迅速改变了编排的风格 昨天和今天出版的许多报纸的爆头 都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 互联网也在表达对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很多网站的logo和页面都变成了灰色 国内各主流网站的娱乐类页面 已经改成了抗震救灾专题页面 而加入这一行动的国内网站数量 仍在不断增长 而网民们则纷纷将自己的QQMSN等 即使通讯工具的头像更换成为表达哀悼的图片 由网民专门制作了表示哀悼的头像 以四川或中国地图为背景 突出了大大的道字 供其他网民下载 观看